早 我早 好 來 董事長大家都很關心說 因為六月一號海盜造勢活動之後 這個似乎市長現在已經有意要繳足2020 那你有沒有意也要回到高雄繼續打拼 我回高雄就是 除了公務行程,就是回家 加的好只有家人才知道 那我不太 真的是不太喜欢说 其实韩市长 刚选上高雄市长 那市政也 还在熟悉当中 然后一下子在高雄 touch down以后又一飞冲天 又马上拼政治 那 我觉得其实这样对高雄市民来讲 不公平 韩市长真的要好好的思考说 这个政治承诺 到底对他来讲 这么重要 那假如选上市长马上离开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对我来讲我是 觉得不太妥当 这奉劝韩市长要再做思考 第二个 这对高雄市民来讲也不是很公平 市民那么多的期待 结果市长就马上就跑了 那很多他的证件 几乎都还没有开始做 那现在就离开 那这样对市民来讲不公平 对高雄也不好 他说不惜为了中华民国粉身碎骨 那如果他真的为了中华民国的话 那你会为了高雄吗 我想这些 讲这些都是 这一个他个人的这些选举语言 那这个不管是抛头颅撒热血 或者唱夜席 或者是所谓的粉身碎骨 其实的选举议员 恐怕怎么样 让台湾能够更好 这个是要有一些 很具体的策略主张 还有过去 那你的承诺算不算话 那假如说你过去讲的 承诺不算话 那你又何来 确保说你能够实现你的证件呢 那假如说把政治承诺 或者是对于证件的实现 看得比较重要 那就比较不会用这种选举语言 来这个讲一些他的一些主张 包括发财外交 你也觉得是一个选举的口号吗 没有 这个拼经济 让台湾更好 这个不是靠念力 那不是 这个韩南口号就可以做得到 像我们今年台商回流 资金回流到现在 大概有将近五千亿 来我们国发费 申请的案件 那到年底 我们比较乐观的估计 也许会到八千亿 或者甚至是一兆 那我们在做 桥头科学院区 这些五加二的这些产业 那或者是我们在出口 在这几年 财政府执政都比马政府来得好 那跟美国实质贸易的一个往来也上升 跟亚太这些国家 不管是我们的出口增加 我们的失业率降低 那调涨基本工资 这个就是在拼经济 让人民生活能够更好 我想经济尤其是一步一脚印 不是靠念力或者是这种口号一飞冲天 或者是用这种所谓的这个挖石油 这个人口要增加几百万这种口号 我觉得这个是在选举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还是要比牛肉 更何况国民党里面 有一个郭台铭董事长 那我想两相对比 对不管如何 那拼经济来讲 在国民党内部的党内竞争来讲 我想在他们里面高低就会立下 那民进党政府在一步一脚印 不仅是拼经济 而且注重我们这些所得分配 包括我们推动的税改 让我们的受精阶层都能够减税 让经济的果实 能够让我们受精阶层都能够分享 这个才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想不管是拼经济 或者照顾受薪阶层 照顾庶民 人民党都做得比说得还多 那韩市长恐怕说得比做得还多 所以这个我想 这个人民自己会有 心目中自有一把指 副院长好像很喜欢复仇者联盟 在脸书上常常会hashtag这个复仇者联盟 是不是现在想要组一个政坛的复仇者联盟 要打败一个征服宇宙的人 我跟苏院长在选举之后 跟林家隆市长被国民党讥笑说 我们是败选者联盟 那我们会寄取人民给我们宝贵的教训 一步一脚印 拼了命也要把政绩做好 这个是我们对人民的承诺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指教 我们都会谨记在行 好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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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